各位投資朋友們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任俊老師 歡迎收看2月8號的台股直播室 今天台股肥股票市場 再度大漲了117點 就如同我在年前 跟大家所討論的 我說行情 它其實不是因為升息而跌的 它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在於融資的一個部分 所以最近有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他們因為行情下跌的關係 然後想法上面操作上面 已經偏向空方來去做一個佈局 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情 就是因為他們在做一個空方的佈局 才讓我們有一個做多的機會 對不對 所以我每次跟大家聊 我說股票市場這漲跌 它都是一時的 你要搞清楚真正 它下跌的原因在哪裡 是因為俄羅斯準備要打烏克蘭嗎 還是因為說 OmEcon病毒它準備要大爆發 還是因為說美國升息的關係 所以台北股票市場必須要跌呢 其實我跟你講 這些都不是理由 真正最重要的原因 還是在於融資的部分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聊 我說我在1月21號的時候 我看到這則新聞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這個人他叫做葛拉罕 他警告說超級泡沫已經形成 每股孔暴跌近50%對不對 然後我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 我就很好奇 我總覺得這個人很面熟 好像在哪裡看過一樣 然後這段話 我好像在哪裡也聽過一樣 所以我去搜尋一下 葛拉罕他到底是何許人物 結果我一搜尋 不得了 他曾經在2021年的時候 2月25號也曾經講過一句話 每股大屠殺將至 葛拉罕警告史詩級的泡沫 將在5月前破裂 這是他去年2月講的 結果他從去年2月講完之後 美國股市一路的大漲大漲 還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我說我們現在 包括我們在 你看電視節目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其實也跟葛拉罕一樣 股票市場下跌的時候 就講很多的利空來嚇你 讓你怎樣 讓你不知所措 讓你覺得很恐慌 可是當你在恐慌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就是說 他們過去所講的這些事情 到底有沒有實現 他們之前叫你做多的時候 他是不是叫你追在高點 然後砍在那個最低的位置 如果他你以前 這麼大多頭的一個格局當中 都沒有辦法賺錢了 那更何況呢 所以我說台北股票市場 沒有走空 他只是一個中期的修正而已 當我修正到一個段落的時候 當我融資來到一個低檔 他自然開始會做反彈 所以你要在回檔的時候 來去做一個佈局的一個動作 你要去找好股票來去做切入嘛 因為股票市場就是這樣啊 你一檔股票要從10塊錢 漲到100塊錢 他本來就不是一天漲一塊 慢慢的墊上去啊 他是來回不斷的去做擺檔 所以每一次回來的時候 急跌的時候你要敢站在買方 因為你當你的買點是對的 後面才有創新高賺錢的空間嘛 但是很多市場上的專家是 跌下來叫你去放空 漲上去叫你去做多 你發現你的老師都是不是都這樣帶你了 所以這就是一錯再錯的問題嘛 我們講一個最簡單的啊 我說航運股對不對 最近長榮航多強 你看看今天長榮航再漲5% 那我當時在跟大家談的時候 我說來到這個位接點上面 融資余額 融資已經開始在降了 當我的融資維持率開始在下滑 你在這個地方 你砍掉你的航運股 那不好意思 你會砍在一個最低的位置 我們從BIOS指標的部分 我就跟你談過了嘛 怪力過大他一定會做收斂 所以你不要砍在那個最低的地方啊 反彈上來你就很好處理啊 你反彈上來你再去賣 其實對你來講 你可以少賠一點不是嗎 所以有些市場上的專家 他都叫你去追高 然後等到追高錯了 最後那個位置點上面 再來做砍低的一個動作 那你就每一次在那邊追高殺低 追高殺低 什麼時候才能輪得到你賺錢呢 那最好的操作是什麼 強勢股拉回站站買方 來去做一個佈局的動作嘛 所以萬八之上 我認為台北股票市場 還是非常的便宜 有很多很好的標的 我講實在的 只要你懂得去做選擇 只要你把握好那個方向 我相信台北股票市場 不是只有萬八而已 萬八它只是一個起點 它不會是一個高點 它不會是一個高點 當你看完之後 你就知道說 原來台北股票市場這麼有價值 但是我們居然有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在這個位置點上面放空 因為他們被舊有的思維 給禁錮住了 他們總覺得萬八就是高點啊 以前12682就是高點 那為什麼來到萬八不會是高點 因為他們沒有把價值放進去 因為他們沒有看到台股當中啊 有很多的個股 說實在的啊 真的太便宜了 真的太便宜了 只要你給它時間 它自然會給你報酬 所以你要怎麼去做布局 當然是在回檔的時候 在大跌 在大家最恐慌的那個時間點 下去做切入 下去做一個布局的一個動作 你的買點是對的 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向上獲利 自然會無窮大 這就是股票市場不變的真理啊 所以我當時跟大家聊嘛 我說台股不是因為美國升息才跌的 它也不是因為烏克蘭戰爭才跌的 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在於說融資過熱的一個問題嘛 所以在1月4號那一天 我當時的測票就已經跟大家講說 融資過熱不追高你等拉回 因為你從融資的維持率 不論你是貴買還是上市都一樣喔 貴買維持率呢 從原本的179% 降低到178% 那我的融資還在增加 我的維持率居然在下滑 所以這叫做一個背離走勢 背離它自然會做修正 那修正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修正不代表它要走空 它就只是一個休息而已嘛 所以當你來到1月26號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什麼 年前啊你不要害怕 你要做好布局的動作 因為上市維持率來到157% 貴買維持率來到159% 這已經來到超跌的位置了 尤其是上市維持率啊 維持率在下滑 融資也減了300多億 然後貴買融資也減了100多億 那籌碼轉區穩定對不對 那我只要買盤輕輕一推 行情就來了 股票市場自然就會漲上來了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說 今天指數漲了140幾點對不對 但是呢我的成交量只有3000多億喔 那很多人會講說 啊這個量太少了啦 這個量 這個不是一個多頭的格局 因為量太少的關係 所以呢股票市場是漲虛的 我告訴你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觀念 為什麼量少它會漲 因為我現在的融資就很低啊 我的融資很低的情況下 我現在的籌碼非常的輕 那我籌碼很輕 我只要輕輕一推 股價就上來了 指數自然就會往上拱 所以我說 台股來到這個位階點上面 是要去找好股票 來去做一個佈局的 尤其是有一些 真的很便宜的標的嘛 比如像說 你真的不敢買 那你我當時在過年前 我就說不然我們考慮一下嘛 買一下紅海啊 2317的紅海有沒有 今天漲了2%來到105塊錢 那你不要小看它喔 我說去年啊 再怎麼樣它賺了8塊 咖喇喇賺8塊好不好 一家賺8塊錢的公司 股價只有100出頭 只有100元出頭而已喔 那你說 未來這一兩年 它要切入所謂的車用 所謂未來電動車的市場 它要做MIH大聯盟 當我的MIH大聯盟開始怎樣 開始貢獻營收 貢獻獲利的時候 你認為紅海會不會從一家 原本是一個很大型的大牛股 變成一家成長型的公司 那如果說我的紅海可以去做成長 我當然會帶動很多 它相關的周邊的一些零組件的廠商 它開始往上去做起步啊 所以我說就算是紅海你看看 這種跌下來的位置點上面 你不敢下去做佈局 那漲上來呢 如果以後再創新高了 這個高點量大高點不是最高點 它突破上去的時候 又變成只能去做追加的一個動作嘛 所以台股並沒有走空啊 有很多類似這樣的標的 紅海不夠便宜嗎 一年賺八塊錢的公司 它可以給你的股息 它可以給你的鼓勵 有多麼的豐沛啊 所以我說類似這樣的標的還很多啊 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只要不要去碰什麼 元宇宙相關的族群就好啦 元宇宙的股票 他們就是炒一個概念嘛 但是有實質獲利的公司呢 它就會反映它的價值啊 那我說時間自然會給你最大的好處 因為你的買點是對的 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向上獲利自然會無窮大 所以包括我一直在跟大家聊的 像台積電的部分 大家都看了沒點嘛 但是我說你買台積電你要有方法 不是每次大漲才追 那為什麼你會大漲去做追價 因為你低檔沒有去做佈局嘛 那你低檔沒有買 你當然只能用大漲去追啊 所以我說台積電它是一家好公司 我認為以它現在的股價而言 真的太便宜了 你把時間再拉遠到兩年後來看 雖然它今年去年大概EPS25塊錢 那可能今年會成長到30 那後年就成長到40 那如果你把後年的EPS拿來到今年來看的話 你會知道說台積電現在的股價 簡直就是太便宜了嘛 因為你用20倍的本益比來算就好啦 如果我未來可以賺到40塊錢 我20倍的本益比它價值多少錢 你試試看就好啊 所以這什麼都沒有改變耶 我說行情就是多頭的格局啊 這些股票這些大型的全值股 包括台積電包括鴻海 他們都還沒有反應它應該有的價格的時候 你說台股在這個地方做空有道理嘛 所以我說這裡面當中啊 台股當中有很多很好的公司 那重點是你要怎麼下去做切入 那你在佈局的時候 真的需要有專業的人來給你做協助啊 你會怕是因為你沒有所本嘛 沒有本你自然會怕 可是當你有所本的時候 你自然無所畏懼 因為你知道你買的是好公司 因為你知道你買的位置是對的 那時間一到了 它自然會給你很好的一個報酬率 所以我說台股當中 你要怎麼去找到未來的機會 當然就是看資金的流向嘛 有一些族群 它開始有一些買盤開始進駐了 那這些買盤開始在進駐的時候 你要怎麼逢低來去做切入 那這個方法這個公式 我待會慢慢說給你聽 那時間關係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再講 我待會兒 我待會兒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顾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顾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车祸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祸发生五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 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 就对啦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1点到11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我知道现在很多市场上的投资朋友们 你们非常害怕升息 就是说好像美国要升息 要缩减QE 股票市场就要崩盘 我认为这个说法 有点太过于笼统 因为我们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 美国它也不是第一次升息 但是真的美国升息的时候 一定造成股票市场的下跌 其实我们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 包括2000年的时候 美国也曾经做过升息 对不对 美国在做升息的时候 美股是创新高的 美国在升息的时候 其实美国股票市场是创新高的 最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2016年 它在美国在做钢升息的时候 股市下跌 可是下跌没多久 就开始创下历史新高 光这一波的涨幅 真的真的是怕死人 真的是吓死人 所以美国联准会一路的升息 一路的升息 一路的升息 可是美股却一路的创新高 一路的创新高 一路的创新高 那是不是跟你在教科书上所学的 所认知的东西有点不太相同 这道理其实也很简单 没有任何一家央行 他会想尽方法把股票市场给打趴的 如果你今天央行会因为升息的关系 股票市场就崩盘 那我告诉你 那个央行绝对不会升息 那绝对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同样的他今天敢升息 就是因为他知道 未来的景气非常非常的好 未来整体的企业获利 他会持续的往上创新高 甚至创历史新高 甚至比历史新高 还要多很多出来 所以他当然要赶快升息 那我赶快升息 我可能原本的成长率会10% 那我让他降到5% 这就降回来一点点 不要让他产生一个过热的一个 现象发生 所以升息对于股票市场而言 绝对是好事情 你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 你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不要把升息当作一个 看空的一个理由 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它就不会是这样 升息就是股票继续涨 那我未来要进入升息循环 那我股票市场不就涨得更快了吗 因此所有的多头的格局当中 它并没有改变 那重点还是在于说 你怎么选择你的股票 所以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聊 我说我很喜欢台积电 我真的非常的爱台积电 甚至我把台积电呢 它的相关供应链 也纳入我的投资组合里面 因为我认为台湾最大的一家企业 台湾最强的一家公司 台湾最具备代表性的一家公司 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它除了在台湾生产精源以外 它也开始扶植相关的 包括在化学原料的部分 包括在所谓的设备厂的部分 开始在扶植本土的企业起来 所以你未来只要有一家公司 跟台积电沾上边 那个股价都是一飞冲天的 它就是往上去冲 所以我说你把这些个股 你把它ready好就好了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来去做切入 所以以台积电为核心当作出发点 你会找到包括材料的部分 包括设备包括IC设计类股 那重点是IC设计类股 未来在整个所谓的这个产能 开始供应比较充足的时候 它的出货量也会开始做增加 所以包括IC设计类股 都会受惠于台积电 它的扩散的关系开始蓬勃的发展 这个都只是刚开始而已 这都只是刚开始而已 所以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聊 我说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 它会大爆发对不对 当时我在跟大家讲的时候 大家有觉得有可能吗 台积电去年已经盖了那么多厂了 还要继续盖吗 我说还会继续盖 因为它的需求会因为车用的关系 开始怎样 供不应求 因为以前一台汽车 不会用到什么电子零组件的 但是未来包括在电动车 包括在自驾车的部分 它所使用的电子零组件 是现在的十倍以上你知道吗 十几倍开始做起跳的 所以它不管怎么扩厂 还是不够用 它就算扩了三个厂四个厂 结果产能一出来就被包走 一出来就被包走 现在连福特他们都要减产 因为没有晶片的关系 这时候台湾就很大的优势 因为我们有台积电 我们有联电 我们有所谓的利基电 所以我说光台积电的法说 会告诉你一件事情 今年的资本支出 要比去年成长33% 400到440亿美金 你知道这是多少钱吗 等于我增加100亿的台币 100亿的美金 那100亿的美金 等于3000亿的台币 一年增加3000亿的台币 那你想想看 我这些厂商 我的股本可能才十几亿 二十几亿而已 我不用多 我只要多收个 20亿 30亿的营收 你就知道说对他的 整个获利的贡献有多高了 所以我说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去出发 因为这是看得到的 真的钱在这里 他们真的是下重本来去做投资 我既然下重本来去做投资 它也不会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这个趋势只要没有改变 你自然这些股票未来都有很好的成长空间 所以我当时在跟大家谈讯德 我说台积电的自动化设备供应商 主力的成本区间在这里 量占比700跳升到200 那他做的EUV的光照盒储存装置 今年要开始做出货了 已经通过台积电的认证 第一季要开始做出货了 对不对 那我开始做出货的时候 我有新的营收贡献进来了 那加上说我原本的 包括PCB的部分 它还是很强 PCB的需求量还是很好 所以它原本的订单就做不完了 现在又多一个新的台积电的订单进来 那你想想看 它今年获利会不会大喷发 所以我说我要买它 可是买它我也不是用追的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 指数跌了79点 我们下去做布局108.5元 指数跌了111点 我们下去做布局111块钱 等到它涨到128块钱的时候 市场专家才意识到原来这个地方是买点 差创新高了 但是我说真的跌下来的时候 能够出手敢买的人又有几个 低档都不敢接 等到高档的时候才去追 你的老师是不是都这样干 可是我说真的买点就是在大家最恐慌 真的跌下来的时候指数跌了111点 你没有我的call讯你买得下去吗 指数跌了76点 没有我的call讯你真的敢买吗 那为什么你都不敢买 因为你当时看到的是行情在跌 它的股价跌下来了 它的股价跌下来的时候 你认为说这种股票它没有机会了 可是我看到的是它的未来 看得见未来的男人知道说 哇 像这种股票 未来跟台积电配合的这么深 那我的EUV的这些储存装置开始做出货 我的营收 我的获利会持续往上去做成长 100多块钱的股价真的太便宜了 我就说它真的太便宜了 所以即使遇到行情的下跌 这波回来的过程 你有看到吗 大盘我们以大盘来比较 大盘现在在月线之下 那为什么这档股票 它可以撑在月线之上 今天一度还回到月线之后又拉上来 所以月线已经形成它一个强力的支撑点 它就是表现强于大盘的标的 那它是谁 它是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 台积电的族群 所以我说台积电相关的个股 真的未来的发展性是很强的 包括设备的部分 包括材料 包括IC设计 你只要以台积电为核心当做出发点 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标的 真的啦 他们都很便宜 真的很好去做一个布局 我们再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像说1773的圣衣 圣衣今天来到174块钱 这我之前跟大家聊过 你看大盘跌下来的过程 它顶多就是量缩回档 量缩回档完之后 成交量并没有走高的情况下 卖压不中 卖压不中 整理一下马上就准备要挑战历史新高了 它又要默默的又要挑战历史新高了 就我刚讲的 大盘的月线还在 大盘还在月线之下 它已经回到月均线之上了 那我扣底值慢慢扣底 低值它会不会怎样 往上去做翻扬 那我一旦翻扬上来 不得了啦 从原本的弱势格局 变成一个大多头的一个格局 这种股票它就是表现得比大盘强 那它是什么 台积电相关供应链 做台积电的这个所谓的化学材料 所以我说以前有一些标的 比如像说三幅化 四七五五三幅化 当时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六十几块 涨到了一百八十几块钱 一堆人才跑去做追价 我说你追在这个位置点上面 乖离过大它一定会做熟练 它一定会做熟练 可是量大高点它不是最高点 它未来会越过去 那重点是它要越过去之前 它一定会先做洗盘 什么叫做洗盘 你看这个成交量就知道了 我以前在这边买的人这么多 这边买的人这么多 他们都没有办法做出货的情况下 你认为回来它是在卖股票呢 还是只是让它自然的落底 如果它自然的落底 那未来它如果要追价 所谓的圣衣 它未来如果要追价 所谓的这个达新材料的话 那你觉得它的股价 会不会太过于便宜了 所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 你只要把你的方向抓好就好了 包括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 我说实在的 还有很多的标的 是值得大家去做选择的 你也不用看得太多 你只要把这些标的 好好的做好 你就把这些股票买在它合理的位置 我相信时间自然会带来 给你最好的一个报酬 所以在操作上面有任何问题的 我希望我们一起携手合作 我们一起来共创双引 那我会用我最专业的知识来带领你 然后我们一起在股票市场当中 取得长期有文件的报酬率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运达同步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堵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堵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2781-0909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好奇仪式 青春